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婷 看我爸在那里敲那个水泥 就上次那个大车装的那个沙子水泥进来 把门这里都压坏了 本来我们这个也坏了 但是没有这么坏的离谱 现在因为我们还剩了几包水泥 剩了一点沙子和石头 就想着把这个地方敲了 然后再重新补一下 只能这样子 小婷赶紧去帮忙 就这个地方被压扁了 然后敲下来的这个水泥就用来当石头用 把它垫起来 因为如果你不敲了重新补的话 它就那个水泥是粘不上去的 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大院子里面的那个水泥地 全部都已经裂缝了 质量需要 其实需要更换了 但是这是一个太大的工程了 而且城门也特别高 你要很多水泥和沙子 这你又得一两万块钱 爸爸又去开那个耕田鸡了 等一下用耕田鸡拌一下沙浆 幸好有这个鸡子 不然的话人太吃力了 现在要把轮子装上了 然后就开始拌沙浆了 这就是耕田的那个轮子 这样搅拌沙浆就轻松多了吧 而且搅拌的特别均匀 那你捡满起锅 啄喷刀咯 搅拌吧 噇 legislature 鞋子 现在就已经弄好了 历时两天